立院龙头选举的乔士门风波不断 黄珊珊昨天就在脸书上发文了 表示柯文哲强调呢 是民进党高层先通过中间人找上门 表示民进党考虑院长会投给黄珊珊 请他联系陈永新医师 所以柯文哲才会回变 也说这场战役 民进党是用没有用的51席 血输了还怪对手 事情也灭至今 究竟是谁先打电话 谈的内容又是什么 双方依旧各说各话 哈喽我是蒋心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